各位我終於要來跟大家介紹一下我的新家 這是黃豪平的新家Room Tour 那我要請到一位好朋友 意想不到的特別來賓 哈囉 有人叫Uber嗎 對對對幫我幫忙 無接觸我不好意思 嗨我是Mindy 這是我們的玄關的部分 你知道這個門其實原本是整面是黑的 是漆的嗎 不是漆 這是特別找人來貼 它是用貼模的方式去貼上去的 你想要搭配原本整間的那個色調 對 你現在一進來看到整個色調 應該可以看得出來是那個所謂的 插級風 好厲害 你知道這是什麼風嗎 不知道 因為我到現在都還不是很確定 還好我沒有裝懂 這個風格跟色調是我女朋友決定的 所以我真的是不太清楚什麼叫插級風 然後進來到這個地方 鞋櫃嗎 鞋櫃 這個地方就是拍這個什麼 OOTD是不是 OOTD 我一定要拍到OOTD 你 sometimes 拜託我也是這個 老藝人 反正這個地方就是整面的全身鏡 然後是從頭到腳 我們其實一進來就是 初級俠才通人 那個 桃花園記 我們裡面進到裡面有個廊道 啊來來來來 看到鞋櫃了 超多鞋子 這是我難得看見 以男主人為主的鞋櫃 大部分一打開就是男生大概是兩拍 然後上面全部都女生的 對我女朋友鞋子放在他自己的衣櫃 有一些放在那裡面 然後我 因為鞋櫃的關係 我用這個東西 之前在別的影片裡面有提到 用這方式來幫助收納 然後我的皮鞋一定要放到鞋櫃裡面去 為什麼 因為貓咪 會抓他已經 這雙皮鞋上面的洞 就是被他咬出來的 賠錢貨 怎麼這樣 所以需要一個鞋櫃是挺重要的 他不是系統櫃 不是 他是木工 我全是做木工 全是做木工 人家一個一個看就會看到說 這些為什麼要做木工 因為真的有些設計是 我們特別想要安排這樣的巧思在當中 因為系統櫃我自己會覺得說 可能稍微有一點點的一致 就我到別人家裡看到的東西也是一樣 木工其實會比系統櫃還要貴 對 你不要想說系統櫃 沒有系統櫃 哈哈哈哈哈哈 那我要問 你這樣子整個家裡 你跟我說十八瓶 對 室內十八瓶 室內十八瓶 你這樣裝潢 全木工 尤其什麼 而且你天地地幾乎怎麼做對不對 對 我全部打掉 這樣做多久 這樣做 七月到十月左右 三個月 其實他原本給我們兩個月到九月底說會完工 但是後來就說又再延期一個月 那原因是因為當時我們剛好遇到烏二戰爭 就是你最了解的狀況 就是缺工缺料啊 缺人啊 所以工班全部漲價找不到人 那時候一度還有工班確診的狀況 就是工班有人確診 所以就停了幾天 那又遇到國定假日 所以湯不浪浪就又拖了一個月的時間 所以大家一定要預留至少一到兩個月的時間 我覺得會比較安全 欸這幅畫特別介紹一下啦 怎樣 你說 這是香港的藝術家畫的 當時呢就是因為交割的關係 輾轉就是有機會接觸到他 然後就送了衣服給我 掛在這地方 所以你其實上面本來都做好 要調這些掛畫的軌道欸 對 我們有規劃好 就想說這地方可以掛一幅畫兩幅畫之類的 一進來就不會覺得說整個 太白 對 整個太白太單調 而且你們就是不只是那個畫畫的空間 連線燈都先買好 對 就是全部的設計都是包在一起 這地方原本的門是那種對內開的 喔 現在有一個旋轉空間的 對 可是我們的浴室 因為我想過說例如像 他校圓如果來這邊用的話 他進去可不出過來 所以他是來我們家那種開門的 他在裡面就很難進出 所以考慮到這種狀況呢 我們就做成這種拉門的 然後浴室 來 我把燈打開 對啊 他是有浴缸的 我覺得在這個這樣子的台北市裡面 有浴缸是一件很難得的事情 對 就因為其實 整個預測沒有到非常大 所以一度在想說 我們要把浴缸打掉 然後讓它變得比較寬敞一點點 但我跟各位講 尤其是你在台北市 這種地霞人愁每天上班 你真的回家可以泡個澡 是一個多爽的一件事情 其實這地方有一些那種插座的設計 我們都是有跟設計師溝通說 我們會需要安裝那種貓用的那種器具 像自動餵食機啊 飲水機等等的 我覺得你需要去跟設計師講的是 你的需求 你有一堆的電器用品 像掃地機器人 甚至裡面有吸塵器的櫃子什麼 所以哪邊要裝插頭 你要裝多少插座都OK 但你要跟設計師講 要不然他就會照他自己的使用習慣來安裝 廚房基本上都是照他原本留下來的 然後抽圓機的話就是這樣 好酷喔 一打開就亮 然後這樣關起來就亮 這個好酷喔 反正這裡面原本的櫃子這一側 我覺得都非常符合我們後來的設計 所以我完全不去動它 因為畢竟要動又要再多好幾萬塊錢 又在成本口 錢還是挺重要的 來到整個廚房的靈魂核心 其實這地方原本不是這樣開放式廚房 喔這邊是牆嗎 對 你所看到這個地方過來都是牆 一路是牆 然後只有一個門 就這個地方是一個門進來 還要做門 這個空間就已經不大了還要做門 對 所以我們當時就決定說 好就是給它打掉 打掉之後 原本這地方就弄了一個中島 去做出一個小島的分隔 然後上面是一個吊掛的櫃子 下面的話就 這邊有三台的電器在這個地方 而且這每一個電器呢 是可以這樣拉出來的 然後那個是廚餘機 喔你們還會準備廚餘機 好棒喔 而且你才分開抽屜 對對對 一開始設計的時候 三個是併在一起的 一拉就全部抽 對 我就說這樣不合理啊 但我每次用的時候 我就很K 所以木工又在幫我把它切開 這樣子 所以你的意思是說 它已經做好了 然後你跟它講完之後 它才在切開 對它又在切開 我這郭聰霧會很為難啊 反正就是讓那個 設計師區跟公班那邊去講 那因為當時我們的設計本來就希望做到這樣子 那有時候木工 我覺得有些時候 木工它可能 呃有自己的想法 那所以監工的目的就在這地方 如果公班那邊 它的東西做得跟你有出路的時候 設計師在中間 可以去幫你做好一個溝通的橋樑 其實你剛剛講的好委婉喔 木工有自己的想法 對對對 哈哈哈哈 通常不會這樣講話 就是師傅在想什麼 為什麼這裡這樣做 你要小心 因為你來就裝我 哈哈哈哈 我覺得這個跟大家講一下就是 如果你監工功能發行 有一點點不一樣 或是說你覺得不太對勁 就要講 盡早處理 不要怕害羞 對你不要吞 他們可能如果說在施工的時候 就會覺得也許這樣子 對客戶來講是比較好的 那有時候弄完 設計師自己也會傻眼 說欸師傅你怎麼給我這樣弄這樣 我覺得就是互相體諒一下下 好就早期先處理 有些時候如果是設計師的責任 他還是會單起這個責任去幫你做溝通啦 那像這地方的話 額詐的中島 中島美家 對這個是有中島的美家 哈哈哈哈 這是原木一條一條切出來的 對啊 一條的價格就四五百了 哈哈哈哈 經濟價 材質是高級的 然後我覺得他 有為這個廚房跟整個客廳去稍微做一點分隔 但是不會到完全封閉的效果 是一個很好的東西 好接下來來到今天的一個大重點 我們的客廳了 哇 客廳超大 你看兩個人這樣子完全不會打到 欸其實這算是很大的客廳欸 其實我跟你講 這地方不是我們原本買的時候 就這麼大的客廳 蛤 這地方是 其實我們現在站的地方是一個臥室 蛤 這個位置 是一面牆 這個牆是延伸出來的 所以這是臥室的窗戶 這原本不是客廳的窗戶 這原本的客廳就只有這裡 然後到中島美家這邊 對 客廳從這裡 然後到廚房又不是有一面牆嗎 所以到中島這樣 所以那時候會選擇 這個設計師有很大的原因是因為 我們當時看到設計師 他做一個很大膽的嘗試 他說明天暗房 我說我們臥室不需要太亮 儘量把所有採光全部都留給客廳 那全部留給客廳之後 客廳盡可能讓他打 你整個客廳就會明亮 而且其實老實說房門也不見得 偶爾會關著 對啊 所以其實採光都還會進階進去 對 我要真的好好介紹一下這張沙發 因為我當時一坐就愛上這個舒適的感覺 而且靠這個枕頭的地方其實很不錯耶 當時我們在那間 就是這間是AJ2 雖然說我知道很多人家裡有養貌的 會希望說沙發是那個貓抓布的材質 可是我覺得就算這個不是貓抓布 我已經在這邊住了四個月了 沒有破壞掉 我覺得勾紗沒有到非常嚴重 而且以你家有一隻破壞狂來做 對 他每天在那邊 我每天說完蛋了完蛋了完蛋了 然後回來看到還是平整的 重點是當時會選擇這個沙發 我女朋友愛上這張沙發的原因是他的 椅腳他是木頭的 你看一眼你看他的椅腳 很漂亮又可符合插機風對 很日式 支撐度很高 坐起來舒服 然後後面有這個 這個是另外在購買 這個頭泡枕這個東西另外在購買 對 他其實是可以抽起來的 蛤 你說可以再抽高 所以如果你今天覺得 你沒辦法再抽高 但是這個沙發可以 就是 哈哈哈哈 為了什麼 就是這個東西是可以抽起來 但因為我們平常常會 躺在這個地方 然後往前看電視 是舒服的 好棒 他坐起來又很有彈性 所以其實我覺得 這個沙發是剛剛好跟我 你看我們木地板的顏色 整個搭配起來是沒有違和感的 這個東西來防水 蛤 你說這個 有一個針織的感覺 然後可以防水 對 它是有特別的一個防水的工法去做 所以 那個是又再另外再加一個 費用去處理 但是它整個東西 就是當下你的水破下去的話 你擦一下 是可以乾乾淨淨的 所以如果家裡有貓 不敢打翻水杯 或是甚至很不幸的 吐在上面的話 當下處理都還可以處理得乾淨 舒適的 舒適的 然後破壞王在那邊抓來抓去 我都覺得 還行還行 還沒有太嚴重 所以這個OK 然後搭配木地板 木地板我們也挑好久喔 這個是那個 熱賣的 熱賣的SPC 石座 石座 石座木地板 然後石座木地板的話 它就是很好清洗 你只要噴酒精上去 尤其是這兩隻破壞王 它們有時候 有時候打翻什麼 甚至不小心的 吐在地板上面 弄髒什麼東西 酒精擦過去就乾淨了 然後防水耐磨等等的 所以其實我覺得 我挑選很多素材上面都是 呃 貓咪友善 那可以先拍這隻破壞王嗎 好啊 你可以幫我拍一下 剛剛都很誇張破壞王 你跟各位介紹 好像我家一樣 跟各位介紹一下 你看它踩到這個窗簾 上半段是不是覺得很柔滑 很柔絲 那你慢慢抓到下面 是不是有一種 好像有藝術家那邊做抓咒的感覺 對 這個抓咒是我們 這個由這個 Bobby Jackson 你知道嗎 去進行設計的 這 原本是沒有這樣子的設計的啦 好 不過比一天到人在那邊玩 他就把它撕到勾紗勾的這樣子 你像是有窗簾這件事 我是木百頁 木百頁 那木百頁的話 男輕喔 對 然後跟這一隻可能擋不住 不過我原本以為他會啃格柵 結果還真沒有 好 講格柵 來來來來 到這邊的電視牆各位 這電視牆整面喔 看起來非常的豪華 好幻 然後Samsung的65吋的電視 有業配是不是 呃沒有 哈哈哈哈 沒有 全上都沒有找我們 好 精采的來了 我所有的雜物全部都藏在這個後面 哦 哦好深喔 這個深度有60吧 它可以到這樣子的深度 這是可以全開的 我沒有把它全部推開 然後裡面藏了很多這個 不管是魔術道具 還是玩具什麼東西 我自己的個人收藏 然後是兩面 兩面都可以推 然後這邊格柵打開 又是書櫃 我覺得我比較訝異的是 你的魔術道具也太多了吧 哈哈哈哈 這前陣子剛買耶 這很可愛這很可愛 就是你可以演那個真人不語術 哈哈哈哈 就這樣 就是你帶著 你帶著 我可以控制你 我可以控制你 哈囉敏迪 哈囉大家好 跟大家say hello 嗨敏迪 你覺得做podcast輕鬆嗎 好累好累 一直輸給百靈果 真的好辛苦喔 哈哈哈哈 其實我蠻愛你 你都沒有做任何的展示的空間 去把這些古物展示出來 因為東西太多 但是如果東西多的話 你全部都要展示出來 就有點困難 所以我的想法是之後 把它做為像是故宮一樣 好就是 一月到三月展 某一格 然後三月到五月展 下一格 但是我還是真的有一個展示的空間 現在就帶大家來看一下工作室的部分 登登登登